受到疫情的影響,全台闹血荒 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回到了台州 特地来发起捐血活动 民众捐血250cc就会送牛排餐券 超商礼券、鱼伞口罩等多项的赠品 果然是吸引民众前往捐血 上午7点半,这个号码牌已经抽到了31号 而在云林则是有烤鸡业者 为了鼓励民众多多捐血 前30位捐血500cc的民众就送出一支烤鸡 我们先拿烤鸡 现在已经发到180号了 时间到捐血车外头集满排队人潮 有民众不耐久后 当场与主办单位爆发小小争执 161几哦 今天来,这样会不会很失望 要叫你们回去 不外啊,起码早点来,我拿到号码牌 上午9点半,现场号码牌 已经抽到167号 100号以后的民众只能拍赛下午再来 民众会这么踊跃 就是因为赠品太吸金 还有一个奖件 看看带子里的战利品 有牛排餐券、超商礼券、彩券、鱼傘、口罩 还有一盒百铃菇 民众只要捐血就能拿 捐500cc的赠品再加倍 捐500cc就两张吧 那就可以带小铃菇回去去 安全的库存量应该是要7天 那目前血库的存量只有2.5天 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能够赶快及时的补充 而在云林林内捐血车外头 同样出现长长人龙 民众做爱心同时也为了这道美食 热腾的烤鸡焦糖油量令人事大动 知名烤鸡业者大人格 为了响应捐血活动 原本先希望他特地重新开炉 前30位捐血500cc的民众 就送一只烤鸡 就是想来吃烤鸡啊 全台都在大缺血 对然后想说就用这个防彩机 让民众踊跃来捐血 受益情影响全台闹血黄 血库存量仅剩2.7天 台中云林不约儿童举办捐血送好礼活动 果然吸引上百万民众前来做公益 也让已经见底了血库存量 充满心血 记得从不凑倒